以超常代季出名的英女王备受人们喜爱 可谁又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堪称完美的女王却也犯过糊涂 不仅看错过凯特 还看错过梅根 大家都知道因为那一场意外的车祸 达安娜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不要说见过两个儿媳了 就连两个儿子的成长都没办法参与其中 卡米拉就更不用说了 本来就是小三上位的她 对原配的孩子会有什么耐心和爱呢 更别说她自己还跟前夫有一双儿女 自己的孩子都还来不及疼爱呢 怎么可能关系两个与自己作对的妓子 更别说他们的妻子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眼不见心不凡 谁让卡米拉跟哈里和威廉不对付呢 他们娶妻生子家族越庞大 对她的威胁解救越大 不然她当年也不会明里暗里地 嘲讽威廉的女友凯特 就是想让她知难而退 好把自己家族的女子嫁给威廉 不仅可以预定下一届王妃之位 还能为她在王宫的地位添砖加瓦 不过一切都是卡米拉自己的幻想罢了 所以对于破坏自己计划的 戴安娜的儿媳们她是绝对谈不上喜欢 但查尔斯也就只只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未来的王储威廉 一个是未来王储的左膀右臂 他们可代表着未来英王室的形象 他们的妻子更是未来英王室女性的代表 戴安娜倒是想管但是无能为力啊 卡米拉就更别说了 躲都来不及 没办法只能由京女王亲自上场 来认真地教导两个孙媳妇 女王的这两个孙媳妇 简直就是两个极端 她们不论是性格还是为人处事 还是穿衣风格都可以说是毫不相同 凯特从小立志就要立志成为一个王后 她的母亲也是舍得 几乎倾尽了全力支持女儿的梦想 虽然凯特是平民家庭出生的 但因为有母亲的支持 从小在贵族学校里学习 而且成绩一直不错 这才有机会和威廉王子读了同一所大学 不同于顺利的学习生涯 凯特的王妃之路堪称困难模式 因为平民的身份 她一度为网友们嘲讽心机 说她配不上高高在上的威廉王子 同样因为威廉的王储身份 所以英王室对她未来的伴侣有着极高的要求 毕竟可是未来英王室的脸面 虽然平民出生的凯特许多考验一下 事实也确实如此 凯特直到30岁才和威廉迈进了婚姻的殿堂 在这考验的数年中 凯特并不好过 女王对她非常不满 本来隔背就轻 再加上年轻时候的威廉又帅气 女王觉得她可以配得上世界上所有的女子 没想到居然给凯特占了便宜 更重要的是凯特在很多方面都和戴安娜非常相似 这让女王更厌恶了 毕竟就是因为戴安娜不愿意容忍查尔斯找情人 还将事情弄得沸沸扬扬 让英王室的名声一降再降 如果再看到一个和戴安娜这么相似的人 女王肯定要再三思索 万一凯特是下一个戴安娜 那该怎么办呢 不同于英女王的厌恶 威廉对这个像戴安娜的女孩非常喜爱 凯特也是非常清醒 知道自己该讨好的人是威廉 也就很少管女王的想法了 女王虽然一开始不喜欢凯特 但长期考核下来还是改变了想法 到后来更是亲自教导凯特 特别是威尔士三宝出生后 女王对凯特的好感更是直线上升 不同于凯特的省心 梅根可是让女王伤透了脑筋 还非常伤心 梅根是哈里的妻子 身为现散亲王的王妃 王妃对她的要求并没有像凯特那么严格 再加上一直混迹在美国娱乐圈的她 格外的能说会道 一到王室就凭借着甜言蜜语 博得了大家的婚心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确实非常喜欢她 特别是查尔斯 甚至还以父亲的身份 出席了梅根的婚礼 牵着她的手走入婚姻的殿堂 知人知面不知心 谁又能想到 这一切都是梅根假装的呢 伪装久了梅根也会累 特别是稳固了地位之后 她渐渐地展示出了本性 不仅对女王的态度逐渐冷淡 甚至还直接和女王硬刚 女王当了这么多年君主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从梅根不经意间露出的小细节 她就已经洞察了这一切 特别是梅根和哈里 宣布离开王室的时候 女王更是愤怒 更是直接放下狠话 走了就别回来 梅根也不在意 反正自己的本性已经暴露了 只要哄住了哈里 不愁拿不到英王室的钱 更何况她还掌握了 那么多王室心密 随便曝光几个都不愁吃喝 两个人也确实很硬气地退出了王室 女王自然也不是好惹的 直接修改了遗嘱 将大部分的珠宝都留给了凯特和夏露特小公主 至于梅根她已经退出了王室 自然是什么都得不到的 不知道得到消息的梅根 是不是后悔自己退出王室呢 明明之前在王室备受宠爱 结果却自己作死 硬生生地把一切都作没了 不过女王去世的时候 梅根和哈里还是回到了王室 参加女王的葬礼 梅根甚至还在葬礼上落下了眼泪 只是并没有多少网友相信 毕竟梅根可是一名演员 若格勒对她来说是正常不过 甚至还是有不少网友称 梅根这是鳄鱼的眼泪 无论是表现出来的伤心 还是真的落泪 肯定有那么瞬间 梅根回想起女王甚至整个王室 曾经对她的宠爱 回头看看梅根和凯特这一路 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凯特的王妃之路 可谓是艰难万分 可是她却能坚守住自己的本心 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 从一个被唾弃的心机女 到万众瞩目的王妃 凯特成功地完成了蜕变 梅根则是另一个极端 从备受宠爱的王妃 到如今人人唾弃的过街老鼠 放着锦衣玉石的王室生活不要 非要打着自由的招牌 在外曝光 王室心密赚钱 明明是一手好牌 却打得稀巴烂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把别人当傻子的人 才是真的傻 近日一场备受关注的国葬引发了争议 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国夜上 夏洛特公主被卡米拉王后点名斥责 凯特王妃也在场黑脸 卡米拉表现出了高高在上 不容置疑的王后模样 这一幕被拍摄成短视频在网络上传播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肢体语言专家认为 卡米拉的表情和态度都非常严肃 而凯特王妃表现出对卡米拉的不满 夏洛特公主甚至在一次皇家音乐会上 拒绝向卡米拉情绪吸力 赢得了网友们的称赞 卡米拉王后一直以来 以高情商和平稳的情绪管理著称 她一直是查尔斯国王的知己 卡米拉王后的傲慢和自大 引发了公众广泛的讨论 卡米拉在加冕为王后后变得自恋 滥用她的地位对王室成员施加压力 肢体语言专家指出 卡米拉在过去改善了她的形象 但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国葬上 表现出不耐烦和冷漠的一面 卡米拉的行为引起了广泛反感 特别是她考虑到 她是曾经导致大安娜王妃的 不幸离世的第三者 尽管她已经加冕为王后 但在众多英国民众眼中 她永远无法替代 大安娜王妃的地位和影响力